大家好 在議程開始之前 我先跟大家說一下 本次的議程的共筆連結 可以在CourseCover的官網的議程表上 找到這個議程 議程裡面就是有共筆連結 可以跟大家一起做共筆 我介紹一下獎者 這個獎者他是新穎 他是開發文化基金會的執行長 我們來聽他分享的 就是開園可以當飯吃 從國際企業的開園辦公室看開園植癌 我們可以用熱烈的掌聲歡迎一下獎者 謝謝 謝謝大家 這超乎我這一場的預期 我想做個調查 不好意思這人超乎我這一場的預期 你聽過開園辦公室 Open Source Program Office的 可以舉一下手嗎 一位 兩位 好 請問你在開園辦公室工作的 有嗎 OK 所以他們是Aspers 好 我今天要講的東西是 我對開園辦公室 其實我聽到這個名詞的時候 OCF在做一些事情 然後我們聽到這個名詞 然後我就開始做了一些survey 所以這也算是我自己邊看資料邊研究的心得 然後做為開園 就是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那對 所以就是很感謝大家來參加 然後也蠻多就是新朋友在現場認識 我本來以為說可能只有我認識的朋友來聽聽看我的 我最近在幹嘛 好 那首先我們在講啊 就是我最近打開104 就是台灣最大的能力網站之一 不能得罪大家 那我們就看說 那如果用開園來看的話 質疑有哪些 這個離OCF很近 開園射箱雞排 在松山站也有 就好不是賣雞排的吧 那我們應該也不是營造業 就是雖然我們每天堆扣的像個土木工程 但應該也不是嘛對不對 好那其實我們看的 這是這幾天搜尋下來的結果 其實是沒有看到OpenSource相關的職稱 那到底我們做為 做OpenSource的人在Costcap裡面 我們是Coders 我們是馬龍 我們是Promoters 我們可能是推廣者 然後我們是Users 我們自己辦公裡面 用到的 好 工作會用到的軟體 都可能是OpenSource 那到底有什麼工作質疑 我們可以藉此發展 如果我不想再寫Code 有什麼質疑可以去發展呢 好 那我們待會就可以多了解 那請讓我工商一下 好 我來自開放文化基金會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Costcap的長期的志工 那我是Sinning 就是我的ID就是Sinning 那因為我這種名稱叫做Sinning 所以這應該很方便大家記得我的名字 那開放文化基金會呢 就是由開源社群一起共同創立的 Costcap也是其中的一個初始的創立社群之一 那我們現在就是跟台灣超過30幾個社群一起合作 那我們就在推廣開放原始碼 開放資料 開放政府 從這個往外衍生的網路自由數位人權議題 那我們都會有不管是國內外的合作 或者是在台灣協助公部門 私部門去做推廣 那我們期待的就是我們想要在用法人組織的力量 去建立一個好的開源生態系 那如果提到跟企業的部分 那我們希望做到的事情是OCF在Build是一個平台 那我們可以去串聯社群去提供企業各種開源的資訊 知識跟顧問的服務 那這些東西可能包含說 我們有做過找講師做open chain的概念教育訓練 什麼是open chain我們待會可以來講 那也有open chain的導入顧問服務 那之前也有寫過一些開源的商業模式或者是報告 好 那今天的分享我大概把它分成四個part 我們來看的事情是企業為什麼開始在看開源程式 那這個趨勢是什麼 以及OSPO就是open source program office 我剛剛講的開源辦公室 在企業裡面 他是要怎麼去建立良好的開源管理機制 那大家應該關心的就是 國內外有什麼職缺 那以及我們個人如何踏出第一步 好 企業使用開源程式不可擋的趨勢 我想多數在這邊的夥伴們 大家應該都是長期的參與者 那我假設還是有人需要這些資訊 那其實現在這是Synopsis 2023年的報告 有87%的code base 代碼庫裡面有87%都有一些安全的風險 那我們自己現在應該沒有一間公司會自稱說我們的軟體都 我們自己build起來的都沒有用任何一個open source的原件 套件 這比較難喔 現在其實96%的應用程式裡面都包含著open source在裡面 但是會發生什麼事情 會發生例如說有54%的code base裡面其實是有授權的衝突 甚至是有31%的code base裡面它其實是沒有授權條款 這些都是這些資訊 那為什麼企業開源看起來有點風險 那開源大家都愛使用 那企業使用它的優勢會是什麼 例如說可能對大家來講 第一個會想到的事情是初期的成本比較低 那在企業想要彈性的運用上面 大家可能會去選擇開源 那我們最常講的 不被單一的廠商或者是單一的軟體去做綁架 不會今天你使用的某一套系統商 那你就從頭到尾你只能使用它 因為被它綁死死你的資料也沒有辦法 往別的地方去使用然後或是攜帶出去 好 所以絕大數的開源軟體都用標準的格式跟協定 那因為都希望可以讓大家彈性的 去到別的平台也都可以使用 那當然還有軟體改善速度比較快的優勢 那這大家應該都很知道 那在Red Hat的2022的報告裡面 他去統計 他就是跟IT的高 就是比較管理階級的管理層的主管去做統計 有80%的IT決策者他會期待說 他在新興技術領域上面會去使用到開源軟體 但是而且有77%的決策者會覺得 他對開源軟體的採納 他比以前來講 以前大家可能講開源軟體有風險 然後開源軟體可能有資安問題 但其實這哪裡都有 那所以現在大家都在想的是這個彈性 所以大家會希望可以去做使用開源軟體 好 在這個浪潮之下 我們看到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開源已經是被大家廣為去利用 所以企業需要使用 需要去了解開源 企業需要一批人 他其實是更懂開源文化 開放原始碼的如何去contribute 或是如何去跟社群是共好的 那或者是我要怎麼使用 避免我企業裡面 這更重要 我要怎麼使用 以避免我企業裡面是有風險的 那因此要降低風險 那就是企業他需要一個管理機制 那這兩件事情就是現在企業可能會去思考到 可能去面臨到的問題 好 那我們就來看說 那如何用OSPO在企業裡面去建立良好的管理機制 我這邊大概是列了有三種形式的架構 在我看Linus Foundation的資料裡面 那有一種他是設置了實體的辦公室 所以他在RMD底下裡面 他就是OK 他有OSPO的實體辦公室 那下面就是有各個部門 但是他所有東西會經過OSPO的辦公室 然後去做一些決策啊 或者是去做一些管理 尤其是大家使用到open source的時候 另一種形式 另一種形式就是用虛擬的方式 所以這些OSPO呢 他是在每一個各個單位底下 所以他跟... 其實大家不要想說開源都跟engineer有關 這不是這件事情嘛 因為雖然大家是... 大家engineer可能是馬龍 我們做開發 但是為什麼 我們從哪裡來 我們使用開源軟體裡面有什麼 裡面有license的問題 所以會跟legal的部門也有關係 然後跟marketing部門也有關係啊 我們要去做到良好的開發者關係 然後甚至是我們跟開源的關係 甚至是我們公司採用開源solution的策略 我們想要怎麼去自訂這種我們的品牌 然後我們的形象 這些東西可能都跟marketing有關係 IT部門 我們使用到了什麼source tool 這些東西也都是跟不同部門有關 所以我每次在講到跟open source有關的時候 我都會先第一個跟大家講說 不要覺得這個是工程師的事情 這是跟很多不同部門 我如果在跟企業在講的時候 我就會說這是跟很多不同部門 他其實都要來 所以千萬不要只說 那個我派哪一個工程師然後來聽 然後來上課 這下去真的是不行 跨部門之間的協調就會出錯 因為你跑去跟marketing說 我們要去見那個開發者的關係 然後他就說開發者的關係 我marketing可能是做我們產品的宣傳或什麼 對他來講那個沒有概念 所以這個也會需要有人 有marketing的人會知道 這些open source develop的relationship 在這個裡面 另外一種他就是他不正式的去成立Ospot 他就是用一種雲端式虛擬式 我都不要把它這樣子講 就是可能會分配在每一個部門裡面 然後就是把這個工作切在這些夥伴之中 那這種就是我覺得比較混合雲端的方式 我想這可能比較偏組織一剛開始 可能會朝向這樣 如果你初期開始想要做這件事情 那你可能會有朝向說 我們要不要先從幾個部門找幾個人 懂的人然後來做這件事情 好 那建立對於企業來講 他建立open source program office 他的最大的優勢 就是當然我們要去建立企業裡面 使用open source的awareness 我們要怎麼樣是一個了解怎麼樣正確 合適的去使用open source的這些軟體 好 然後以及我們影響 我們想要在open source社群圈裡面 產生什麼影響力 我覺得這個影響力不一定是壞的 因為我們在談open source的時候 其實也在講如何跟商業之間 產生一個正向的互動 所以大家可能不要想說 那個影響力是一件很壞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影響力反而是好的 他有想過我到底要做什麼 然後我可以在社群裡面如何共好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那compliance很重要嘛 就是license的compliance 然後以及開發的快速 那這些事情應該是 OSPO辦公室裡面可以帶來的優勢 好 那我想大家應該關心的是這個吧 國內外OSPO有哪些職缺 好 這個是台灣國內的一個職缺 那我最近搜尋過他們拿下來 好 但是這是我真的有看過的 open source officer的職缺 那他其實他就在講的事情是 他可能會需要什麼 他要open source的software license的compliance 有沒有 然後他也會需要幫忙做的事情是 如果是在OSPO或是做open source office的時候 是可以training progress 他可能要希望在企業裡面去帶領這樣子的開源文化 那看起來他們家是有過ISO5230 所以他們也要去maintain他們的ISO5230的certifications 好 那當然也就要協助企業裡面去conduct audits 就是執行這個審查吧 就是大家公司內部我們使用開源原件這樣子有沒有合規 那我這邊先補充一下好了 就是這個工作是他的工作項目 但是他其實應該還需要一些外部資源 所以他不會說我是一個engineer 我在這個職位上那我有點怪怪的 我可能license沒有那麼熟 這時候其實你就是有辦法去運用公司 你需要去運用公司的資源 去找到外部你可以合作的法律顧問 或是一些做open source license研究者 那他們就可以跟你合作去做這個compliance的部分 好 那一樣大家都是在擔心說 我的使用open source上面有沒有合規 那另外一點就是software build of materials 我都常把它講是software的bomb表 那簡單來講什麼是bomb表 就是大家應該去IKEA買過那個組裝的 不管是櫃子還是什麼東西 他第一頁說明書翻開來 他會告訴你幾根螺絲釘幾片板子 這樣就是一個bomb表 就是一個成分表 就是像你去買三明治癒飯糰 翻過來上面也都是寫成分表 那成分表對公司來講 在software的成分表以前可能沒有那麼重視 但是現在越來越多公司 其實是因為這些供應鏈的供給也好 或者是說這些資安的問題 或者是license的abrogation的問題 所以大家就會開始擔憂這個 然後大家就會開始在審視說 我們應該要有自己的softwarebomb表 所以像這個職權裡面就是你要去研究 然後你要去整合這些software tools 那當然要做到什麼自動化了 在公司裡面去幫忙做這些自動化的工作 那另外有我剛好講了嘛 就是maintain relationship with open source communities 這工作從剛剛看來就是把我跟OSPRO的辦公室 多像角色極為藝人 就是在這個組織裡面去做 好 那這是他的工作內容 那還有什麼 還有upstream projects 就是如何去貢獻上游 那你可能需要去guide你的同事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把這個好的文化 你知道這個文化 讓我把好的文化再往下傳 好 那open source conference 這應該就只是參與 然後support一些open 最後一個就是support公司內部 如果要release internal projects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這些大概就是一個國內 有公司就已經開出這樣子一個open source office officer的職權 那也稍微把他的職權內容 break down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 那國外呢 其實國外也有相關的職權 然後其實在網站上面 我待會我會show一個網站 那個網站上面有更多職權 但是作為一個cost cover工作人員 我幫我們的贊助商也打個廣告 就是那個new redic 他們應該是在樓下三樓嗎 四樓 不好意思 謝謝 好 我爬到忘了 四樓其實是有攤位的 但是這個職權有點久了 他是四年前的職權 但我覺得他們人都已經到現場 他們從國外飛來 如果你對這樣子的工作會有興趣 你們也可以去現場跟他們聊聊 那這是我在github上面 就是有一個地方其實可以讓大家post 有哪些open source program office的工作 那這是在他們的github上面看到的 那當然第一件事情也是幫助團隊在做inbound 就是當我的open source code要放進我公司的時候 不好意思我講錯 當我有一個外部的軟體 或是也一包code 我要放進我公司的時候 這就是我要放進來 inbound進來的時候 我們需要去review它 有沒有合規的問題 有沒有資安的問題 那這個時候在常見來講 大家就會跟你的供應商就會說 欸你可以掃一下bomb表給我嗎 我可能會需要裡面的東西 所以有些人會用一些商業的軟體 那也有些人可能是用forstology 去掃這些bomb表出來 softwarebomb表出來 好 那以及如果我有new project的話 那我們可能也要guide policy 就是我們要確認它是有合乎我們的規則 那另外呢也需要去 我自己highlight的是這邊 就是去規劃或是組織我們如何去面對 不管是內部或外部的專案 我們要怎麼樣跟open source communities 或者是這些standard groups去做合作 那我們要去跟他們去做討論 這其實都是在建立公司組織之間 跟open source community之間的relationship 所以他就不會讓大家 通常我們在講的就是靠北 就是有的時候我們就會靠北說 你公司拿去用 然後不尊重開源的文化 其實現在就是開始在找一群 懂開源文化的人進入公司裡面 然後跟他們說 其實社群的習慣性是怎麼樣子 那公司可以怎麼樣跟社群去互動 那兩邊就會開始可以溝通了 就是可能這個office他也有這一個 他很重要的一個橋樑 然後可以去讓公司跟社群之間的去做到這些的溝通 好 如果剛剛我上面講的open source program office的組織架構 或者是我剛剛列的那個職缺 大家可以在兩個地方去看到 第一個是Linners Foundation他出的那一份報告 就是我看到的 那就是我剛剛的OSPO的架構 那對每個Raw and Responsibility跟他的挑戰 大家可以在上面看到 那如果你對職缺有興趣的話 那大家就是掃右手邊 大家可以去瀏覽 然後看一下各個組織他開出來的開源的職缺 對於這個office的職缺會是哪些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我其實覺得蠻鼓勵各位就是如果 如果你是 我這邊可以多講一點 我今年2月的時候我去Falston 歐洲最大的開源的年會 那我去Falston的時候 我剛好有去參加到那個Arison 他們的Sessions 他們就是他們的open source program office 然後來做分享 那他來做分享的時候 我本來以為我帶著我之前讀書 讀這些肯這些資料的那個經驗 我本來去的時候 我會想說應該是做relationship的人 或者是裡面有legal的人在裡面 結果他是三個engineer 他們就說我們是三個engineer 然後他們其實是長期參與開源的貢獻 那他們其實就是在開源社群裡面 其實是很資深的 那在組織裡面 基本上大家反而是遇到open source的這些文化上面的問題 或者是abrogation上面的問題 大家會consult他們 那他們背後當然有他們認識的法務 那他們就可以跟法務去做到溝通 然後去做到討論 這件事情可以怎麼樣子的解決 所以engineer可以做這件事情 只要你是個engineer 而且你樂於跟別人去做溝通 因為你可能就得去跨部門 然後甚至去跟這些community去做溝通 這是一個很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需要大家會願意喜歡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在這裡面會獲得更多的快樂 那回來來看就是如何踏出第一步 那這個可能也是我自己在想做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在想的事情是台灣的talent在哪裡 就像大家剛剛舉手一樣 我們台灣好像還沒開始有這樣子的open source program office 然後我剛剛找到 我剛剛列給大家的那一間 它原本有開然後面也沒有了 那我覺得它是一個趨勢 它從國際上面來回來看 它是一個趨勢 那那個趨勢會是怎麼樣 國際剛國際開始有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影響台灣 甚至它這些它的上游下游 它就會開始需要這些公司裡面去設計這些東西 或者是說我現在要介紹的open chain 它是一個ISO的標準 那這個ISO的標準裡面也提到說 你需要一個人來管理這些東西 或是你需要一個組織型 我們剛剛不管講的實體雲端的 或者是虛擬的 你需要一個組織型來做管理 那這個可能是我們可以去踏出的第一步 那大家可以去多了解一下open chain 那我自己本身也有參與他們的推廣 那可能你在了解open chain的時候 你也可以開始接觸到說 有在關心這類的人 那對你來講也是一種質疑的發展 你就會知道有哪些人 那你可以跟他再多詢問說 那在裡面的工作形勢是怎麼樣 好 那open chain它其實是Linux Foundation 2016的時候它成立的 那它是一個Linux Foundation底下的project 而且是什麼 而且是公司們大家一起搞出來弄出來的東西 那為什麼大家搞出來弄出來的東西 因為供應鏈裡面其實也有很多的攻擊 然後以及大家一直靠北說 你license裡面你不合規 你就只有取 你沒有符合社群想要你 或者是open source 它原本叫你要做的事情 好 那大家就來講說 那我們來定一個ISO標準吧 那重點是在幹嘛 重點是在提升開源軟體的信任度 那它在這裡面它就會需要說 你需要去做自訂組織的政策 然後你需要教育訓練 你需要工具 那你需要流程機制這些東西 來去幫組織去管理你的開源流程軟體 那各位啊 我自己是把這些政策內容 想像成什麼 就是想像成工作機會 各位我們要反轉一下 我們在想像工作機會 我們在想職業 這邊是個工作機會 就是你可能對政策制定有興趣 或是你喜歡做這種教育分享型的 它也是一種你可以發展 因為其實大家其實在這個地方 對open source有相當一定程度的了解 那或許在開發太無聊的情況之下 或是想換個工作內容的話 這或許是一個自己可以考慮的方向 好 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他們會需要這種東西呢 例如說 欸 企業對企業來講 如果它合規沒有做好 它就會面臨訴訟的風險 或是現在大家AI很紅嘛 那Github就去把大家的call都收集起來 然後去做這些東西 它到底有沒有合規 到底有沒有違法 或是違反了社群的這些想像 所以其實對企業來講 我們要做一個創新的東西 一定是有一個很好的idea 但是我們在做這個idea的時候 可能也會有一些侵權的風險 所以這其實也是需要說 open source program office 或office來幫忙的事情 那另外也有 大家也會很需要去管理 軟體的資安機制 就是前陣子嘛 2021年最紅的log4j 這麼多人去使用 大家都重擔的情況之下 如果組織裡面有人可以幫忙做這種資安的管理 這相信其實在企業裡面 是很需要這樣子的人才 所以對於組織來講 他們需要的人才來幫忙做的風險管控 一定會有的就是 我們要去建立software a bill of materials 而且這件事情不是跑完而已 這軟體可以幫你跑 但是怎麼去解讀 以及說你在這個裡面 你看到什麼東西 你可以怎麼分析 這也是一個組織會需要的事情 否則這只是丟進軟體 組織只要花錢丟進軟體 蹦出來 真的也是個蹦啦 就是他就是噴出來嘛 噴出來就是這個東西 但對不了解open source來講 他就是看到一張表而已 但是如果有人了解open source 可以幫組織裡面去做分析的話 那組織會需要這樣子的人才 以及組織要去建立軟體使用的政策 那這個軟體使用的政策 除了說我們從上游 或是我們從stay overflows 還有人在用嗎 還是現在都是用問check GPT 現在是這樣是不是 好 我們從各地工程師們 去查找的資料也好 資源很好 放進來組織裡面 我們的政策是什麼 我們要跟組織的同仁要怎麼講 這就是policy的時候 但是這個是一個組織拿東西下來使用的policy 另外一個反向的組織回饋 有沒有公司寫下說 組織的人要怎麼回饋上游 還是其實組織都不可以回饋上游 其實我問過朋友 朋友告訴我說 因為公司沒有政策我們就當作沒有 不然的話多做這個如果不小心 違反了一些公司的原則 或是他因為沒有政策 他甚至用別的方式去說你侵權 或是這樣子的 那反而對他自己會惹禍上升 他不做這件事情 以及我剛剛有介紹到的 Iso IEC Open Chain 他現在就是一個 Iso IEC 5230 他另外這個 Iso IEC 5230 在處理的是 license compliance 的部分 他另外還有一個 現在正在過 ISO的 他現在已經差不多快拿到了 那他就是要處理資安問題 所以其實是雙管齊下 就是從license的application管理 跟security的管理 那這些東西都是組織裡面 會開始需要這些人才來協助的部分 好 所以說 我時間抓了應該剛剛好 大家下一個選擇 我會推薦大家跟我一起來讀書 大家下一個選擇可以開始看的事情 是我剛剛一直介紹的to do groups 那這裡面他們就是有一群 對open source program office 他們在做這個推廣 但同時之間他們也集結了這一群 本來就在做這件事情的人 所以這裡面就有你可以去詢問的人 詢問的角色 那你對於什麼事情 有什麼問題 他們其實也有slack 然後他們有自己辦自己的活動 sharing 大家都可以去聽 那另外一個是open chain 下禮拜 不好意思 8月的時候 open chain也會辦社群的小聚 所以大家可以上網查 open chain 台灣 communities 那上面應該都會有這個資訊 那大家也可以來參加 那去進一步了解 什麼是open chain 我今天講得滿快的 才三張頭一片 什麼是open chain 然後以及大家可以開始想說 我可以在組織裡面怎麼用 或是其他組織已經需要這樣子的人才 我可以怎麼培養自己 好 那 那 就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就是 謝謝大家聆聽我做的功課 有點淺 就是這次做的功課 那 如果大家對於這個東西是有興趣的 剛剛現場也有兩位 有舉手 大家也可以再多跟他們請教一下這裡面的東西 好 謝謝大家